在世界田径史上产生了无数的世界纪录和高光时刻,其中以博尔特的百米九秒五十八格二百米十九秒十九最为人知。 但是如果说这个两个纪录是田径史上最难打破的话,肯定大多数人不会赞成。 第一,这个纪录产生还不到十年,比起很多二三十年,都无人能够打破的世界纪录,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 纵观这些年的田径世界纪录,真正最难的打破的应该是美国著名女飞人格林菲斯·乔伊娜导致的百米十秒四十九和二百米二十一秒三十四的成绩。 至少比博尔特的纪录更难打破,因为这个纪录已经三十年了,而且根本就没有被接近的可能。 乔伊娜出生于一个黑人家庭,家庭条件并不算好,七岁开始接触田径。 高中的时候,乔伊娜在学校就创造了很多纪录,但是在她大儿的时候,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 她只能辍学到银行工作,似乎已经宣布了她的短跑生涯结束,可能是因为天意。 诺斯里奇学院的年轻田径教练鲍伯克西帮,乔伊娜申请到了奖学金,正是鲍伯克西用科学的方法,把乔伊娜塑造成了世界冠军。 1987年,乔伊娜开始了魔鬼训练,伴随着的就是成绩的飞跃。 1988年,她打破了100米和200米的世界纪录,并且在汉城奥运会收获了100米,200米,4×100米三斤, 10秒49和21秒34的成绩引让世界内之震惊,随后在颠崩器选择了退役,而乔伊娜也就遭受到了众多质疑。 新发迹的怀疑也始终存在,但是在乔伊娜死去之后,是进行了尸检的,而检查结果证明她是清白的。 而在女子100米史上的第二飞人,杰克尔的最好成绩是10秒64,第三飞人穷斯则最好成绩是10秒65, 并列第四的弗雷泽和唐普森只有10秒70,分别比乔伊娜低0.15秒、0.16秒、0.21秒。 而弗尔特的9秒58领先后面四位飞人的成绩分别为0.11秒布雷克和盖伊,0.14秒鲍威尔,0.16秒加特林。 由此可见,乔伊娜的百米世界记录更加恐怖,而在女子200米项目上,乔伊娜的200米记录21秒34的成绩更加惊人。 足足比第二名穷斯则最好成绩21秒63块0.29秒,而博尔特的19秒19仅仅比第二名,布雷克的19秒26块0.07秒而已。 如果说,乔伊娜的100米和200米记录比博尔特的记录更加恐怖,更加难以打破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?